一個17歲學生被控管友噴漆和雷射筆 裁判官不接納警員證供 質疑他有沒有將實情交代 裁定被告無罪 馬晴晴報導 17歲被告黃智欣被控去年11月2日 在中環管友物品意圖追毀財產 和管友攻擊性武器 拘捕被告駕防部警察作風說 當日荷里活道有50個黑衣人 部分人拿著鐵通 警方到場後逃走 他留意到被告戴著勞工手套 站在行人路揮手大叫有警察 示意黑衣人離開 之後轉身逃走 曾離開他視線2秒 但他忘記附近有沒有其他人 也忘記截停時的詳情 裁判官何俊堯質疑他 究竟有沒有將實情交代 如果忘記附近有沒有其他人 那是怎樣鎖定被告的呢 又怎樣知道離開視線時有什麼事 又質疑警員為什麼會注意沒有犯罪表證的被告 但拿著鐵通的人就看不到 警員就說被告的動作吸引到他 裁判官說警員自己都承認被告沒有違法行為 又承認肆意黑衣人離開 只是推測 證供缺乏細節 決定不接納 又說噴漆是普通不過的物品 雷射筆之前用來做什麼實在無從稽考 不能夠排除用作合法用途 疑點利益歸於被告 裁定罪名不成立 有先知事記者 馬晴晴報導 一手掌握有線新聞 都會有些衝撲 此次端報告 還是我們要回報告 我們 Nosotros 我們便 所以我們先回報告